洪海附近的埃及度假勝地赫爾格達周邊星期六加強了安全戒備 在一日前,兩名武裝襲擊者用刀傷害了三名歐洲遊客 埃及政府說,安全部隊擊斃了一名襲擊者,並逮捕了另外一個人 貝拉維斯特酒店外的襲擊發生正值埃及持續對付伊斯蘭各組織激進分子威脅的時候 激進分子亦針對埃及軍隊進行襲擊 詞曲 李宗盛